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西方美术鉴赏的课程 今天我们还是讲走进课堂之前的第二讲 那么在走进课堂之前的内容里 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这个课程 以怎样的心态或者是怎样的方式来学习 这样的一个介绍 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关于五官感受 那么所谓的五官感受 也就是我们说美学Aesthetics 它实际上是感觉学 它并不完全是美学的意思 所以说从感觉学 我们就引申出了关于五官 好那么五官呢 我们人都有五官对吧 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 好然后加上一个意 那么相对应的话呢 它就会有视觉的 听觉的 嗅觉的 以及味觉的 还有触觉 好那么意呢 我认为它是贯穿了所有的这样一个五官感受的 因为每一个里面其实我们都会有意境和意念 意识等等 好下面呢 我们就会把这五官感受呢 分别给大家呢 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介绍 那么首先我们提到的是眼睛 眼睛也就是视觉之美 那么也就是我们每天 躺在床上一睁开眼睛 睡醒了以后 睁开眼睛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呢 都是在视觉的范围之内 那么只要是你眼睛能看到的东西 你对它就一定有感受 好那么感受怎么说呢 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说 如果我现在就拿一个矿泉水瓶子 放在你面前 你对它有感受吗 有人说我没感受啊 那个矿泉水瓶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感受 可是呢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对这个矿泉水瓶没感受 只是因为你对它没有美的感受 或者你觉得它没有特别的感受 它没有特殊意义 可是只要是一个视觉东西放在你面前 你对它一定是有感觉的 这就是所有视觉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的感受 好那下面呢我们看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是法国的雕塑家罗丹 非常有名的一幅作品叫做达纳易德 好达纳易德这幅作品 当我把它一放到屏幕上 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是人体雕塑 而且呢这个特殊的人体的姿态 马上就会引起你的对美 或者说你的视觉之感受 好我们看到人体肌肤 白色大理石啊 人体肌肤的光洁和细腻 然后加上它的这样一个姿态的形体的优美 显示出优美的脊柱的形态 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头发 那么头发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五官 我们没有看到脸部表情 那么这样就会引起我们的好奇 它会长着怎样的五官 此时此刻它会有怎样的表情 罗丹为什么把它雕刻成这样的一个姿态 所以种种的都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都会被引发 所以视觉的东西它一定会让我们有感受 所以我们说视觉是一切肉眼可见之物 这就是视觉之美 好下面我们再看罗丹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叫做鱼女 鱼女我们看一下 鱼女呢就显得非常的可爱 和刚才的这样一个很柔美的女性的表达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很纯真可爱的 真的像鱼的嘴巴一样的一个女孩 然后头发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非常简洁的寥寥几笔 寥寥几笔 好然后我们看到下面基座 脖子以下基座的部分 你会觉得它行云流水 有没有意义的表达 它其实很具有东方的这种禅意的这样一个境界 好当然我们再往下看 结果到画面的最下部分 居然这个雕塑下面是没有雕琢的石头 所以这个画面就分了三部分 大家看一下 具象的 半抽象的 然后到结果未经雕琢的 原始的状态 所以在这幅里面 它有非常多丰富的层次 那么这些呢 都是视觉带给我们的美感 所以一切肉眼可见之物 你对它一定有感受 而且我相信这幅作品和刚才的那一幅达纳伊德 大家对它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视觉形态不一样 表现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 关于声音 声音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器官 然后在上一堂课呢 我们给大家欣赏到了 王力宏美那首歌 那首歌曲是不是有声音带给我们的感受 好那我们下面再看 除了音乐旋律之外 自然界的声音 你有留意过吗 如果现在窗户外面有鸟叫 或者下雨了有雨声 你有没有静下来 好好地坐着几秒钟的时间 去听一下它的声音 那么有一个艺术家 做了这样一个行为 他的作品叫做四分三十三秒 是一个叫做John Catchie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做的这个作品很有意思 他就对外发出了一个邀请 说他准备办一个音乐会 好然后John Catchie的妈妈 还邀请了邻居朋友一大堆人 然后都去观看 结果呢 等到演出开始的时候 John Catchie他就只是坐在钢琴面前 好像甚至连琴盖都没有打开 然后他就坐在琴盖面前 坐了 静坐了 四分三十三秒 为什么 结果这四分三三秒发生了什么 因为大家看一下 如果十秒钟 他还没有开始 大家想他在酝酿 他在准备 二十秒 他还没有开始 等到三十秒 然后等到一分钟 大家下面观众是不是就会不赖翻 就会有很多嘈杂的声音 好然后这个 当时的这个音乐厅呢 据说是一个半路天的 外面有两叫 然后还有自然界当中嘈杂的声音 然后据说当时还飘了点雨 还有风声和雨声 鸟叫声 然后加上人的嘈杂的声音 最后组成了这四分三十三秒 大家看一下 所以蒋开启 他就在给人们一个提示 日常生活中的你 你有没有花四分三十三秒 静坐下来 好好地去体会 自然的声音 宇宙的声音 人的声音 动物的声音 鸟的声音 风声 就所有这一切的声音 这些声音带给你的 难道不是美吗 所以蒋开启在做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行为艺术 在做的这个行为艺术作品 其实非常非常地有名 给人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所以声音之美 所以除了音乐旋律之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其他的声音里面 你的感受和体会呢 好 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 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可能 真的很难注意到 除非是特别的旋律的音乐节奏等等 可以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从听觉上来说 其实我们能够被我们留意到的很少 其实真的很少 好 陶渊明有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 但时情终去 何老闲上升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那么实际上呢 是陶渊明呢 他会邀请很多的朋友啊 去他家里吃喝玩乐 喝酒啊 迎私呀 包括还有唱歌呀 弹琴啊等等 结果人们就发现 他家里呢 居然有一把琴 是无闲琴 就是没有闲 他没有办法弹的 他看起来是个琴 可是却没法弹 所以他们就很好奇就问他 好 陶渊明就说 淡时情终去何老闲上升 为什么 因为陶渊明说 我弹琴是因为我希望 这个琴的声音美妙 所以说能引发我的美的 这样一个体验和感受 对吧 可是如果我的心中 已经有这个美的存在 我何苦还要一定去弹奏它呢 所以陶渊明在谈到的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也就是我心中有美 我心中有美的声音 那么我就不需要再去这个行为了 好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其实连自然的外在的声音 都很少听到 更何谈在心中去找那份声音之美 视觉之美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以及这样一些诗人 他们真的在提醒我们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呢 和嗅觉有关的鼻子 嗅觉有关的 然后我最喜欢讲的其实就是 关于嗅觉记忆 我们看一下小婴儿 刚出生的小婴儿 但它其实小婴儿有些呢 是会睁开眼睛 可是医生们就发现 这个小婴儿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其实它什么都没有看到 因为它的视网膜还是没有成熟的 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小婴儿 当它在哭闹的时候 只要是妈妈把它一抱在怀里 它就不哭了 它就马上安静下来 为什么 因为小婴儿它闻到了妈妈的味道 它闻到了妈妈的气味 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嗅觉记忆 所以母亲的味道带给它的安全感 可以让它安静下来 好 关于嗅觉这一块呢 我自己还有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体验是 有一段时间 我跟我老公洗衣服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 它的衣服为什么都有一种味道 我开始觉得会是洗衣粉的 或者说洗衣液的味道 但后来我发现不是 因为不同的品牌更换以后 好像它的衣服总是固定有一种味道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才意识到 这是它身体的味道 每个人他的身体都有特殊的特别的味道 那有人会说 有些味道是不好的 可是我们不要管它好和不好 而且其实一提起身体的味道的话 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非常警觉 会担心我的身体的是什么味道 我身体的味道会不会不好 会不会 因为我们自己是闻不到自己身体的味道的 可是呢 我记得我在整理我老公的衣服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感受到那个味道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的感受是 特别甜蜜 特别温馨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有时候当他出差几天不在 那个整理衣服 然后衣柜一打开 那个味道突变而来 结果那个味道上就会感觉到 你说这个人就在你面前 那个味道就代表了这个人 所以这个嗅觉记忆里面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温馨甜美 以及很亲密的 这样一个和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吧 好 另外呢 香水啊 美食啊 都可以带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些 嗅觉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体验 而且呢 实际上美食啊 我们看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吃进去是味觉的 是舌头感觉到的 可是我们在吃之前 我们其实首先闻到 我们要闻到香 对吧 我们闻到那个气味 所以说嗅觉呢 实际上是在美食的 在吃的这一块呢 它其实在它前面啊 是排第一的 好 下面呢 这里呢有一个呢 叫做城市的气息 那么这个是匈牙利的一个艺术家 他选取了四个城市 赫尔辛基 布达佩斯 巴黎 我记得应该是还有一个的 也可能是三个 三个城市 然后他就选择了这几个城市 他对这个城市的 嗅觉的这样的一个 气味的这个感觉 然后他就把它做成 不同的香味味道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装置里面 当人把他的头 伸进这个装置里面 就立马就会散发出 这个城市的 这个艺术家所感受到的那个味道 然后这个香味就会扩散开来 然后甚至呢 还通过一些视频啊等等啊 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些影像 就帮助人们对这个城市的了解 所以他利用的 其实就是嗅觉的记忆 所以这一幅作品的名字 叫做城市的气息 好 所以这是一幅利用嗅觉来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艺术作品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和味觉有关的 味觉有关的是吃对吧 吃是最直接的 然后在说文解字里面呢 在解释美这个字的时候 就说是阳大为美 因为这个字的组合是这样 我们看是阳 上面是阳下面是大 那么可能呢 对于这个原始人 或者说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呢 生存呢 都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说能够吃到东西 能够吃饱肚子 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幸福 非常美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那个时候呢 那个很肥美的羊肉 大家觉得特别的香 特别的特别的好吃 所以我们说阳大为美 所以大家也会看到 美最早居然是和食品有关的 和吃有关 和吃有关 好 下面我们谈到的呢 我们讲的是关于身 也就是处 其实处呢 是我们东方人 或者说亚洲人 最不好意思谈及的 因为它和身体有关 其实我们很忌讳 或者在生活中 我们很忌讳去谈身体 谈身体的触碰 但实际上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身体触碰 我们看一下 那么亚洲人可能比较是 比较经常是握手 如果我们和一个朋友 不是太熟悉 然后一见面 陌生人 我们说先握我手 你好 但是我们会看到 即使是握手 虽然说身体没有太多的接触 但是它还是有一部分的接触 对吧 那么实际上就身体的接触 是可以拉近人的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一见面 我们要握一握手 但是我们会发现 西方人不同 西方人是直接跳到拥抱 西方人是直接拥抱的 西方人不管见面熟或不熟 他们直接是拥抱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还有西方人的这样一种 比较开放和开朗 或者是这样的一种 个性的这样一种表现 和东方人确实不太一样 好 比握手更进一步的是牵手 我们会看到 好闺蜜是不是会牵手 手牵手的闺蜜 我们会看到有 对吧 然后我们会看到 情侣之间会不会牵手 好 牵手为什么比握手更进一步 因为牵手它握得更紧 对不对 距离也更近 而且当你牵手两个手贴紧的时候 它是手心对手心 像它有一个象征着 心和心的连接 所以牵手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深的这样一个连接 而且我记得 苏瑞这个歌手有一首歌 就叫做牵手 然后牵手的歌词 其实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非常非常令人感动 就是生活当中 很细节的一些层面的 这样一个牵着手 可以带给我们的这样一种 一种连接的 这样一种美的感受 好 更进一步的 我们看到的是拥抱 那么就是身体有跟大面积的接触 然后下面我想谈到的是 一个人体艺术和身体美学 因为下一次课 是我们第一次会讲到 关于西方美术鉴赏里面的 第一次进入到 我们正式的讲课内容 那么第一次讲述的时候 我们就会从古代希腊开始讲起 那么古希腊最有名的 就是古希腊雕塑 但是我们知道古希腊雕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人体艺术 比方说 威纳斯雕像 然后还有 子贴彬者等等 那么它都是不着衣的 就是人体艺术 好 那么提到人体艺术的时候 我必须提到的就是身体美学 那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或者你去到一个艺术展 画展 画展中心 如果你看到 挂着一副非常棒的人体的 不管是摄影作品也好 或者是油画作品也好 它有非常棒的人体的标准 或者看上去非常美的 这种人体姿态 我想问一下 你看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你的感受如何 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 雕得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完美的人体的 那种雕塑作品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在很欣赏 很羡慕 它的这样一个完美身材的 这样一个作品的同时 你对你自己的身体 有怎样的感受 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因为每一个艺术作品 我们都要通过它 能够看到你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过去呢 我曾经做过一个讲座 叫做遇见西方美术 遇见你自己 也就是说这些非常高大上的 这样一些艺术作品 如果它只是摆在展厅里 然后你只是能够远远的看到它 那么你去看它 对你有什么帮助 它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看到一个 很完美的人体作品 结果你是羡慕嫉妒恨 然后这个恨 你除了恨这个作品 还恨你自己 然后说我的身材 为什么没有这么好 我的身体有什么怎么样的缺陷 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真的 这个艺术作品 带给你的是什么 那我们干嘛要去欣赏它 结果我们看到它 反而我们在贬低自己 然后不接纳自己的身体 所以我会提到一个 就是每一个艺术作品 最后我们都要回到你自身 你会知道 我看待这个作品的同时 我如何看待我自己 因为我看待这个作品 其实在心理学里 有一个叫做投射的观念 也就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 我每一个眼光看出去 其实我投射出去的东西 都是我内在 我自己曾经有 或者说我内在的一种反应 我这样才看到外在世界的 这样一种状态 或者说我去解读 这样的一个外在世界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艺术作品 最后我们都可以回到我们自身 我们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解读 所以在这里呢 我会强调一个关于自己的 我们自己身体的这样一个 和身体美学有关的这个主题 当然了 关于这个主题呢 我们在下一堂课 讲人体艺术的时候 我们会专门再去展开来讲到它 我们现在只简单地提一下 好 动物喜欢被触摸 被触摸 这个我觉得 只要养过小猫小狗的同学 你可能都会有很深的印象 那么只要你去 接触到你的小宠物小狗狗 然后你去 你靠近它的时候 它可能经常的一个动作就是躺下来 然后把肚皮露出来 像就是要你去摸它 就是喜欢被触摸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被触摸的感觉呢 应该是不光是动物 也包括人的天性所在 好 那么关于触碰呢 我还想给大家再看几个图片 比方我们看这一幅作品 还是罗丹的 然后这幅作品呢叫做教堂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啊 觉得罗丹为什么会把这幅作品叫做教堂呢 为什么把它叫做教堂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两个手的结合 好 我们仔细看一下啊 它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左右手 它其实是两个人的右手 是两个手的结合 但是它其实是轻轻的触碰 轻轻的触碰 但是呢 它会形成一个有一点像 这个在欧洲的那种哥特式教堂 那个肩松的那个形状 好 如果说只是外形的像 大家再看一下 它为什么把它叫教堂呢 为什么这个手的触碰可以叫做教堂 肯定不仅仅是外形的像 那我们说在教堂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有精神的洗礼 然后我们希望在教堂 获得我们在精神世界里的一些提升 或者说进化我们的心灵 所以我们去看 为什么触碰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好 我们再看一幅 这幅 这幅也是罗丹的作品 然后关于手 罗丹呢其实做了好几个 关于手的姿态的各种各样的触碰 各种各样的触碰 好 这里呢有一句话我放在这里 叫做现实永远比作品本身更动人 那么这里呢 我想强调的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不可以在衣食住行 眼耳鼻舌声音里面 我们在生活的细节 和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五官的感受的延伸 我们去体会到我们和人之间的连接 比方我们刚才提到的嗅觉记忆 婴儿和妈妈的连接 然后我提到我对我老公的那个衣服的 那个嗅觉的那个感觉 那么所以说很多的这种 包括还有声音 包括听到声音 听到音乐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呢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 去感受到的话 那么你在看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体会到吗 不行 所以所有这些都不是在我来讲 艺术技巧 美术技法 讲雕刻技巧 可以带给你的美感 那么美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你在生活当中 你的五官感受可以扩展 你可以成为一个细腻的 敏感的 敏锐的感受到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 能够带给你的感动和体验 然后所有这些小感动 最后就可能组成了一个 丰富的 敏锐的 细腻的 情感 丰富的你 那么这个你 在面对艺术作品的时候 你才会有更丰富的 美的体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课程当中 我会从五感入手 从感官入手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在生活当中 可以是一个情感丰富 细腻的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 生动的 这样的一个人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是米开朗基罗所做的 神创造亚当 那么他画在 创世纪的 这一个天顶的 这个壁画当中 然后这一幅呢 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好 我们看一下 神创造了亚当 人类历史上的 第一个男人 可是这个男人呢 我们看上去呢 身体是健硕的 是健壮的 但是我们看见他的手 他其实没有力量 他是往下 他是无力的 这个时候人类 还没有力量 然后神从远处飞来 那么当神飞过来 他们两个的手 快要触碰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亚当就会充满了力量 所以神的力量 是通过触碰 传递到了亚当 第一个人类的身上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这也是触碰的力量 触碰所带来的 美的力量 然后这个触碰呢 实际上在很多的电影当中 很多的好莱坞影片当中 都有出现 我记得ET外星人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 然后那个小男孩 在看到外星人的时候 他不确定这个外星人 是好的还是坏的 然后后来他就想 算了我碰一下吧 轻轻地碰一下 去试探一下 所以我们看一下 包括人类最早的 创造的是通过接触 然后人类和外星人的 在电影当中 最开始也是通过 轻轻地触碰 来试探和接触 所以触碰是可以让人 产生连接感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关于王力宏的 这首歌的歌词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好 当我们在讲了 眼耳鼻舌生意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再来看这个歌词里面 我们看一看 所有的眼耳鼻舌生 全部在这里面都有表现 首先这一首歌 是不是就是听觉的 它就是听觉之美 好 然后我们看啊 王力宏在这个里面唱到 他说你是寒冬里的花蕾 你是西诗 搅乱了春水 那么他把这个女孩 比作花蕾 比作西诗 这是不是视觉的 好 我们下面再来看 他说你是美酒千杯 我怎能不醉 那么这是不是嗅觉的 这是嗅觉的 好 他说只有你占据了视线 其他的我都看不见 这是不是视觉 视觉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他说是你让我想入飞飞 想当一个偷心雅贼 他在想啊 这是不是意觉啊 好 意的 他说我愿用生命换一个机会 让我吻上你的嘴 好 这是不是触觉的 然后他说 黑宝贝 给我你的拥抱 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 这是不是跟触觉有关 所以大家看 这首歌词里面 我们把眼耳鼻舌声音 全部可以找到 所以说在美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眼耳鼻舌声的 所有感受 那么所有这些感受 即使是一个层面的 或者是某几个层面的 或者是它全部的 它是不是可以用来描述美 所以这就应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句话 我们说美到底是什么 美到底是什么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节课 你写下的那句 关于美的句子 在第一节课的结尾 我们也回看了这一句 当时我问大家 我说你写的这句话 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 是看得见的 还是看不见的 那么现在我就要问你 你现在再看这句话 它和眼耳鼻舌声音的 哪一个感官有关 或者和里面哪几个感官有关 好 大家回看一下 关于这一句话 好 所以现在再来 回来看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有趣 会觉得很有意思 好 现在呢 进入我们这堂课的结尾 我想来给大家讲述一下 关于这堂课 或者说关于这一门课 我们需要以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 我说以最自然的方式听课 好 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那什么是最自然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呢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短视频 比方说抖音啊等等啊 这样一些短视频 它通常都会加快语速 而且我知道呢 也有同学呢 在追一些什么流行的 这样一些连续剧啊等等 我记得我亲眼看到 有同学在看的时候 它就加快语速 然后它想 它其实在加快语速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那个情节 我们只是想知道 那个人物之后结果怎么样 那个情节是怎么样 可是这个人物 在这个事件当中 它的情绪感受是怎么样的 它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好像我们不是太留意 我们也不是太在意 好 如果你听一些 我也看到有同学能听一些讲课的视频 那么它为了更快的去了解到更多的知识点 它也会加快语速 但是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门课呢 我希望大家以最自然的方式听课 就是我们以最正常的语速来听课 我希望大家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不要加快语速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 我们不是以知识点的传授为主 我不会在我们的这个 比方说20分钟的一节课里面 我会更多的要加入知识点 我们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这20分钟 或者是30分钟的 这个一堂课的时间里 我希望大家是以一个最自然的方式 去沉浸在这个课堂 或者说通过我的讲述 通过我的语音 然后带给大家的这些内容 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你可不可以沉浸在这些画作 带给你的那种美好体验里面 那么所有这些是不能够按快进键的 如果你快进了 那么这个感受就消失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慢下来 慢下来 再慢下来 所以这个课程呢 是和我们其他的课程的学习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我们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实际上我们比较习惯于 在我们到老大里去塞很多东西 去塞很多的知识点 但是我们这堂课呢 可能我需要大家的是 拿掉一些头脑的逻辑和判断 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来面对作品 我们放下一些我们对这个作品的一些评判 或者放下一些过去可能你以为的一些 一些对作品的了解 然后以最自然最纯净的方式 或者就像一张白子一样 去面对我们即将会讲到的每一幅作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以最自然的方式来停课 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调整到这样的一个频道 调整到这样一个频道 然后我们说呢 以最敞开的心去感受艺术的美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感受 无感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呢 他对于某些东西或者某些人或者某些画作 他没有感受 是因为他那个感受的频道比较窄 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敞开的心灵 因为你的心灵的敞开 其实代表着你的感受层面的敞开 我们让我们的感受层面可以扩宽 让我们的感受力可以提高 只有感受的层面提高和扩宽了以后 那么你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你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感受缺乏了感受这一层 我们只是空谈去讲那些艺术的技法 构图和色彩其实意义不大 那么你会获得的那个美的感受 其实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提高了感受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频率 那么我们在面对作品的时候 你才会有更多美的体验 所以说呢 这两点呢 这两句话呢 我分享给大家 希望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走进我们这样的一个课堂 好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呢 就到这里 期待下一堂课呢 与大家的相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